在台北出生的人可能對我身後的這間蓮花池都不陌生 小時候你可能都有來這邊上過寫生的課程 台北植物園裡面有非常多千奇百怪的植物 走進來很像在上生物課一樣 我們一起看看吧 我們從和平東路上面的進出口 到台北植物園裡面看看吧 這邊的開放時間是早上的8點到下午的5點 第一區的民族植物區 前面有竹林區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竹類的植物 竹在古文中是種充滿風雅的植物 在日常生活中無論吃與用也都有跟竹相關的物品 我們現在這一區品味一下不同竹子的風味吧 有點gle novels 好水 現在還不是很短的 我們在這兩區的院竹子裡 坐在艘北植物中 直接吃到外面的價錢 開始派燈 片段 有一點點 接下來到這邊是澳洲植物區 交篇南半球的植物 這條植物是個小植物 我好奇十二生效區是什麼 就走過去看看嗎? 原來這區是分類用12生肖命名的植物 接下來是馬的植物 看他有這麼多種 龍的植物 然後補植物 然後這是鼠的植物 蛇類的 在12正教區旁邊是清拆型態 再從岔路繼續往前探索 接著來到植物分類園區 這裡是植物分類園區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溫室 這一區是民生植物 是我們常見到的東西 有鼠粉 粉鼠 常見的水稻 嗯 嗯 麵麥 麵麥 秋葵 欸 我好像還沒長出來 有綠豆 綠豆 原來小學做實驗種的綠豆 最後會長成這個樣子 黑豆 黑豆 四季豆 四季豆有爬在藤蔓上面 紅藜最近很夯的東西 原來長這個樣子 黑豆 這個是咖哩樹 咖哩樹的葉子常用在咖哩調味 裡面這一區是草摺濕地 這一區是蕨類植物區 蕨類的印象就是毛毛的 然後後面有包子的植物 好 麵麥 再到咖哩樹 這邊是多肉植物區 多肉植物其實蠻常在一些庭園風格裡面的建築 蠻常看到的 那我們看到雙子葉植物區 還記得雙子葉是什麼意思嗎 去查看生物課本吧 因為我也忘記了 這是魚科的樹 這個樹看起來很厲害 這是澳洲大葉蓉 它的根非常的厚實 然後這一區是三棵的植物 這裡是蝸蚪科 我們常吃的糖草栗子 原來是蝸蚪科 喔 菠蘿蜜 這個是菠蘿蜜 好像也蠻常見的 剛好這邊樹上有一顆果子 鳳凰木 然後這邊是豆柯 豆柯類的植物 豆柯其實常常在食物類的東西也蠻常見的 豆柯其實常常在食物類的東西也蠻常見的 這個是黑板樹 它的樹幹其實蠻大一片的 這個是黑板樹 它的樹幹其實蠻大一片 這個叫做旅人椒 也是椒類的一種 肉豆蔻 肉豆蔻應該還蠻常用來煮菜或是調味用的東西 這一區是佛教植物區 這顆是無患子 近期其實無患子在清潔用品上面其實也還蠻常出現的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看到菩提樹 菩提樹在佛教裡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植物 接著到裸子植物區 裸子植物的種子是裸露在外沒有保護的 常見像松柏、銀杏等植物都算制 然後另外這一區是藤本植物 顧名思義他需要依附在其他的物體可以攀爬 那最後我們從博外路的出口出去吧 還行跟台北植物園嗎 找個時間來認知這裡的植物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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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